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发展这些有问题的现象是很多 以前我们小时候只会是一种 说你叫翘翁不低 白痴仔 这些不好的说话 以为学习困难只是一种 可能在智力发展是缓慢或者是有衰退 现在多到不得了 名称有些日日都有新鲜 学习困难不单是智力 情绪行为甚至人际关系 都会促成学习的困难 都需要支援他们 所以这个题目我估计多许多次都要谈 我们又找我们两位专家朋友 在方面有很多研究和服务提供的朋友 王太和毓太 上次叫红毓 毓太 上次叫红毓 又叫毓太 不如跟我们谈谈观众 现在的品类那么多 可不可以学习有困难 是怎样分类 或者有哪个类别 王太先说 刚才迪先生觉得很对 现在的学习困难不单只是说IQ 其实有很多学习困难 是IQ很正常 或者IQ都很高 但是有其他的问题出现 譬如过度活跃症 专注力不足 或者他在身体肢感上有缺乏 都会影响到他的学习困难 我刚刚几天有个电话有个朋友打给我 他说学校的老师很针对他的儿子 说经常都要罚他 或者他很危险 谈谈谈 谈谈 谈谈 谈谈很多事件 我发觉有些特殊情况 我问一下小朋友是什么情况 原来他一样东西都不得了 就是全级第一 但是原来他的行为是管理不了 后来看看他有一种学习需要 就是刚才说过度活跃的 原来其实可能他某种的 我们叫他合线或者有种不足 是不代表他的发展是完全做不到的 甚至有部份是 例如数学那样我怀疑他是天才 所以天才和那个 剝尾于天使 插合这一生我们经常都这样说 是吗 又看 除了刚才说那些东西 如何分类那些东西 刚才说智能我们听得多 其他的东西是如何 有什么现象可以看得到这东西 其实在现在 都已经有很多命名给他们 只是帮他们分类 暂时分了五类 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比如是阅读障碍 特殊语言障碍 阅读障碍就是看东西 这类可能是 都是偏向这一类 好的 第一个就是导师障碍 还有特殊的语言障碍 就是说话不流畅 或者是词不达意 或者是你会 其实从小就能看到 他们的发展 说话是被人缓慢的 可能两岁都未发展到句子 第三类呢 第三类就是发展性协调的障碍 可能你会面对这些 小朋友会发现 他们是很笨手笨脚的 我们所说的就是 一些协调性的障碍 动作性障碍 就是会不会经常扑倒 容易的 因为不能扑倒 对 对 他能弄到人 他自己也不知道 即是罚到人 动作很笨拙 或者很粗劳 不过其实他自己不知道 自己在动 他控制不到的 他不是控制不到 他是知感的感觉 不要那么灵敏 例如他想拿起他的手 他就会这样 你的手就很容易弄到人 有时候 这样就会和配之间有没齐 好像我们说 礼貌拍下人肩膀 对 他很大力地拍 但他以为这样是 势力的 但他自己知感不足 他感觉上和他的行为 是有差距的 这是有所谓的差距 还有一种就是数学 对 就是特殊数学的障碍 即是他计不住 对数字很不敏感 对 数值 符号 这些概念完全不容易掌握得到 例如家 他一看着家 他不知道那是家 是 特别是符号和数学的问题 特别是数学符号和数学的数值 一和二分不住 数值 但这种 我举个例子 这种对数字的敏感不到 那和他发展语言 学中文 学英文 有没有关系 会不会因为这种东西 又令他学到那种东西 有些是 只是数学有出现问题 是的 但很多时候都会跨不同 刚才洪玉说的五种 其实很多小孩都有跨不同 几种 有几种 可能牵涉到几番的障碍 即不是一类一类的 可能有五种的缺陷 或者不足 是的 但有些人通常都有一两项以上 是的 跨过不同 跨过不同 那成因是什么 是一天生出来是这样 还是某某个阶段 好像以前有 经常有语习片说 发过高烧之后 接着就 我可以这样说 白痴了 或者傻了 这本来跟智能无关 是的 很多时候智能都很正实 或者有很高的智能 是的 很正实 在医学方面 研究 现在有很多 可以搜索到脑子 发觉 譬如 刚才说过度活跃症 他为什么对学习上的 记忆力 或者专注力 是有影响呢 影响到学习 就是他的刀巴胺 不正常 和神经细胞 发展不正常 是的 老部的问题 老部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 我们不是很多研究 那些人 或者一些一般家长 老就等于智力 是否相同 不同 因为过度活跃症 的小孩 都可以很高智能 是的 但问题是在 专注力 记忆力 那方面 因为专注是可以 控制到记忆 短期记忆 变为长期记忆 这方面 做不到的时候 就影响学习能力 所以这方面 这方面 跟老的发学品 全帝的发学品有影响 那为什么过度活跃症 或者专注力不足 可以用药 去帮助这班小孩 现在的药是很好的 可以长厚一点 刚才说到特殊学习障碍 比如说五种 比如读写障碍 或者数学 或者知感那方面 就不可以用药了 因为问题 不是发学品的影响 不是多巴胺的问题 而是神经细胞的问题 哦 即是脑里面出现了情况 是的 有些是没有了一种 没有了一些发学因素 又有造成 例如过度活跃症就是这样 过度活跃症就是这样 过度活跃症就是 跟那个 发学传递物质有关系 所以你吃些药可以治疗得到 但是比如特殊学习障碍 比如毒死障碍 或者知感的问题 就不可以用药 没有药吃的 跟细胞有关 跟细胞有关 我们见到有些情况 就是 譬如视觉空间的细胞 应该在这个位置 那些细胞可能走到另一个位置 那些细胞 在这方面就很弱了 还有跟脑部神经细胞的白质有影响 它的白质是异常了 所以都会影响它 它有滋感的问题 刚才说有些化学物品可以药医 但是老部的细胞有些 会不会吃些药 没有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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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学习的 不可以用药来调整 那做手术行不行吗 没有药 有些肿瘤 暂时不到 有 虽然在药方面 可能它帮助不太强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多感官的训练 帮它提升 可能某部分神经里面 可能接收 传识那方面 是不太畅通的时候 可以透过训练 帮它发展 就是不可以用医药的方法 即是说 吃药有小部分帮助 控制一些 就是说我做手术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令到它调整 绝对医药就不行 即是好像 其实脑和我们身体一样 身体弱了 即肌肉弱了 或者没有那么好 我们要锻炼它 要做多些运动 其实我们 帮那班 譬如毒死有障碍 或者这方面的小朋友 一样是透过各样的运动 去锻炼它的脑 或者它的视觉 和身体其他四肢协调那方面 好些 即是它有提示 认知 观感 手间协调 其实整个都是脑部的困难 所以出现 身体的知感 是的 也是脑部的 是一个讯息 是 由脑部的讯息 它感觉到好不好 正不正常 其实 刚才那些学习困难 其实都和脑的发展出现问题 很有关系 但是暂时没有什么 医学上 一个很大的 就是完善它 能够改善它 那方面就没有 但是就 培训就可以 但是经临床实验 去研究显示 其实是透过一些训练 譬如多干观这些学习 去针对性语训练的话 是有明显的果效提醒 不如举个例 是 可否有些 譬如 如何读写障碍上面 可以透过什么训练呢 可以增强了它的能力 是的 比如读写障碍 读写到绝乱了 那老师就说你错了 墨书行肯定没有分 妈妈肯定是怒吵 快点读写一百次 买二百次 是否如何操练 也不是的 真的要有方法 譬如 我们是了解到 譬如听角方面 或是几亿 是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针对性 这个列业的发展 可能没有那么强 是影响到听角或是几亿 我们可以针对性 设计一些游戏 帮助他们 譬如一些学生的方法 如何帮助他们 可以储存 由短几亿 去帮他们 成为长几亿 这已经是透过这些训练 或者一些学生的方法 帮助小朋友提升到的 即是 我们有些训练也好 一些活动人 是可以帮他们训练的 是可以的 可否举一个具体例子 例如我小朋友 这个写节 真的容易倒转 他下次又不记得 是什么训练呢 特别在家里 有什么去做 如果是视觉空间里面有问题 可能是 我们学中文 或者一些英文 字的结构 他基本上有障碍 那些 对字形的结构 可能他认知不足 所以他写字 就像画图画一样 甚至是写错方向 我们首先要帮助他 认识字形结构 帮助他了解字形 究竟他摆位是怎样的 例如我们 即我们自己 没有读写障碍 是的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就印了字在脑上 是的 我们就原本本反射出来 是的 我们就不需要研究字的结构 是的 但那些小朋友 因为他看着字 他基本上摆在脑上 因为那些知感的问题 他完全没有印象 他走出来 很障碍的 寫字 就是几部份 全部都拆掉 是的 拆掉了 所以会让他拆字 譬如一个字 有上下 有左右 有外围 有中间 他有一个结构性 就容易认字 还有有时我们 因为知感的问题 我们就用筆这样写 我们都已经感觉到 但譬如有些小朋友 他这样写的时候 他感觉不到他在写的字 哦 或者感觉不到那筆画 有没有写多了筆画 写少了筆画 那我们多数 就用 他的大肌肉的感觉 来做 所以我们教家长有时 在墙上给大的黑板 就这样写一个很大的字 他就会印到腦 知道他在动手 在写这个字 那洪余有一个好方法 是 他就教个小朋友 拿个地拖 地拖写大字 在地下 因为墙可能没有那么大 或者会弄花 拿个地拖在地下写 弄湿去 一样写到 用布纸都可以 是吗 一张布纸就写 是的 或者我们教家长有时 弄沙 弄米 用手指弄 弄到感觉 感觉到 让他更多感觉 现在最重要是用感觉 感官 有结构性的字 让他容易积极的字 因为我们呢 从小到大 懂个字 就死记 或者是死抄 抄得多你就记得 就像这样 我拍了一张照片 就放到脑子 拍一张不记得 就拍两张 拍三张就记得 但是你拍了 其实放到脑子就乱了 你拍多少也没用 即是说 如果平时的教育方法 就不一定適合这些小朋友 因为教育方法 就写十次 你就写了十次 但是 你写一百次 给他来说都是乱的 所以就这个 现在平常校里面 所谓一般学生的方法 就对他们来说 未必是合用的 现在有些新的方法 就是刺激 不同的感官 去刺激 对一些文字的敏感度 刚才我听到 你有一个 Gimmy的说法 多感官 的一种训练 这种是什么概念 多感官 是否眼耳口鼻那种的感官 其实都是的 最主要是按人的发展 来帮助 因为我们人的发展 由BB 到我们成年人 有很多阶段 BB一出生 可能见到他的嘴子 会动 吃东西 最重要 他透过这些动作 传送一些资讯给脑子 吸收之后 如何传释他的需要 而学习困难的人 就是他们不能够接收到 外界环境的资讯 变成了传释到不明白 是什么 影响到他的学习 而在多感官里 就是帮助他 在某部分里面 在发展的过程 可能漏了 比如有些 手脚协调 可能在爬行方面 他很快就会走 但原来他没有哪个爬行 也会影响 照我过往的经验 在学习里面做 我们收到很多学生 有读写障碍 或过度活跃症的时候 我也做了少少讨论 问家长 我说 小朋友在爬行的时代 就是BB的时候 有没有超过半年时间 给他爬行 很多家长 就像洪玉说 我个儿子很厉害的 懂得走 他一会起 就懂得走 没有什么爬过 我说 你有没有鼓励他爬行 有时跟他在地上滚 趴在那里玩 又做趴在那里的运动 没有 这样很糟 家长就太保护了 小朋友 很少被他们在地上滚 爬 打关斗 跳 引致到 他在脑部那边 的滋感 他被罰了 刺激 早点走 会走 跳了一个学习的阶段 爬的动作是很重要的 对于人的平衡 和手的张力 力量 第二天你写一字 手的大肌肉小肌肉的训练 是很重要的 所以爬有必要的 很重要 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人 最快的 你快点会走 操去走 爬两天 不要爬起来走 扶着去走 未会走 要走 要训练他 其实是不好的 在外国的看法 就是训练 小朋友应该要有半年时间 他在那里爬 或者是用爬 这个动作玩一些东西 要不然他发展不到 潜艇和脊椎的肌肉 明白 我当时也看了一个说法 好像刚才说 在外国被人的活动是爬的 但在小时候爬 就爬 这是一个活动 其实在一个训练 我当时也认为是玩 原来跟脑部发展 和肌肉发展都有关 是 可能我们会在小朋友 发展的过程里面 不自觉不知道他 可能会失去一些发展 所以其实就会影响 他人后的学习 现在透过训练 就帮他失去这些 所以我们转换他 加强他这些功能 即是如果你爬的时候 就让他多些接触 就是所谓其他运动 和接触 刚才你说多感官 多和感官是什么意思呢 是涉及什么范围的感官呢 例如我们也是透过五官 眼耳口鼻听 皮肤的感觉 还有在本体角 一些其他感觉上都有 刚才说到潜艇的问题 即是平衡 和张力的问题 这些都是 整个身体不同的地方 也有那种感觉 即是原来说 在成长过程中 应该给他一些感觉 刚才眼耳口鼻的感觉 即是触觉 或者摸东西 或者听多些东西 会刺激 主要是刺激脑更活弱 或者脑部发展更健康 所以将来的问题会减少一点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成长的时候 自然的环境 已经刺激着脑部 但问题就是 现在 现在是在泰国保护小朋友 不让他们摸很多东西 不让他们摸地下 不让他们打斑斗 连公园都没有铅钞 没有铅钞 没有铅针针 没有铅针针 但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小朋友应该要做的训练 由小到大 不是坐这儿写字讨书 因为由小到大 都要坐这儿写字讨书 现在第一次我跟朋友去行山间 我是大人 有一个研究自然生物生态环境等等 他带我看这个山间 大家就看 这个石头打开在水浸 它有很多生物在地面 很多植物在地面 我们讲了大半个小时 讲到石头 很多大自然的知识 还有感觉很好 石头的感觉 水的感觉 现在小到小就没有了 现在少了 小到小就行山间 真的少了 以前我旅行就是山间 现在旅行的地方 都是郊野公园 整整齐齐 那些大自然的东西都很多人 以前我们去公园都很多东西玩 现在公园没有东西玩 即是说环境是外窒了 我们去发展多感官的现象 是很大的问题 即是公园没有东西玩 因为当局觉得是有安全 是呀 他不想不借人 是呀 但是小朋友一定要靠冲 经过这些分裂 常常踢一下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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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我们会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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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那班小朋友更糟糕 剛才我說的讀寫有障礙 或者他不知道他正在動作 他就是沒有了那樣的 過動症的小朋友就是他們沒有這個反應 所以就要做一些訓練 幫助他感受強一點 似乎我們的科技 越來越幫助我們去認知 這些學習困難的情況 包括優精組系統有不同的類別 可惜我們的環境 越不利於我們去發展老婆的需要 這時候出現了很多問題 我們都不知不覺 還有待會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我們跟兩位媽媽說一下 究竟我們做家長 怎樣察覺到小朋友 有沒有那些不足的地方 如果察覺到之後 當然我們需要專家的幫助 但我估計家庭生活都有些幫助 有幫助 如果有圈圈就玩圈圈 現在沒有了 有沒有圈圈玩呢 待會回來我們再談一下 究竟是家長怎樣去認知 還有去察覺這件事情 還有在家裡面可以怎樣 幫小朋友這方面發展 稍後再見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我們回來跟兩位媽媽說一下 怎樣學習困難的情況 剛才上一節我們說了一些 我們的分類和行為的情況 現在提到有個概念 就是多觀感的一種分裂 最重要是刺激腦 腦腦應該活躍一點 接觸多一點 可能腦部發展更加強壯 這方面可能就有幫助 原來有一個做法其實挺好的很具體 就是爬 在家裡爬 從今天開始聽眾觀眾 知道在家裡 老爸老母是爬爬爬爬爬 接觸一下 小時候才是這樣的 要按照小朋友的發展階段 大一點不行嗎 要按照小朋友的發展階段 大一點不行嗎 如果肢感那麼弱的時候 感覺統合會出現問題的時候 就應該盡早去發現 盡早去提供多感觀的訓練給他們 就會好些 在外國的研究看到 低於三年級之前做了這些特殊訓練 或者多感觀的訓練 跟一些正常的小朋友相比相差不太多 但譬如你遲發現 三年級以上 即大於三年級才去做這些訓練 成效就不顯著了 簡單道理就越早越好 特別是三歲或以前 三年級才去做 但有個問題 譬如說家長 不知道 有時小孩子發展 我們經常跟家長說過 有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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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遲些就可以了 但有甚麼方法 有甚麼所謂跡象有甚麼現象 可以給家長有個指示 有這樣的情況 值得留意 甚至可以讓專家再跟進 例如嬰兒期 你好看 零至兩歲的時候 如果你發覺小朋友特別容易貧窄 睡覺睡得很少 一小時鬆一點就會醒 因為小朋友睡得很熟睡 一小時就醒 醒了之後很難再睡醒 或者你要很大力搖 他才很安靜 你便開始要留意這個小朋友 是否特別在肢感上會出現問題 因為這些可能是遺傳 或者可能是老步很早期已經發展 有些缺乏 另外有些小朋友發覺 他對一些物質特別敏感 他對一些食物 例如粗糙的食物 他會吞不到 很敏感 吃不吞不吃 或者他 碰一下他 他的反應很大 或者 碰到我都沒有反應 對 碰到 因為很敏感 對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 特別的衣服不穿 他覺得很有刺激性 很容易猛疹 這些都是肢感上出現問題 剛才說過有些現象是這樣 他應該可以怎樣做 我知道你可以去政府醫院評估 好像要排很久 是很久 不過現在的服務也多了 好久一點 你知道嗎 剛才黃太說 月祖治也好 好了 我知道了 排了兩三年 沒有兩三年就很重要 現在通常你們的經驗 排了多久 這麼小時候很快聚 但譬如你到學齡時代 譬如幼稚園開始 兩三歲已經知道發炎的時候 都可能四五個月 都是四五個月 四五個月都很寶貴 四五個月才做評估 對 我的意思 你浪費了四五個月的訓練 對 先做評估 評估那一月還要快 還未知道我們可以 不知找甚麼服務幫忙 搞半年 如果有沒有快捷的方法 可以在家居裏面做一些初步的評估 譬如透過遊戲 去玩遊戲的時間 可能是坐不定的 又或者是跟他玩遊戲的時候 很容易悶症 嗯 這些有時候家長有些過份敏感 小孩子有時坐不定 都有一個很健康的情 很自然的現象 有時忽略了 是的 但這些方法是簡單的觀察 但如果真正正想找個專家的 有系統有科學化的評估 除了供應的服務 就是要寫排 和評估中心 每個區都有 每個區都有 私人都有 但要排幾個月 給個月 現在私階的供應的評估有沒有 也很快 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 但就要付錢了 要要要 立即做 那這個費用會不會說 幾千元 都要幾千元 是的 要快 要快就要付錢 要不需要錢就要慢些 有沒有中間二三百那些有沒有 比較少些 我們有些資源機構有做的 不過都要收回 都要幾千元 都要幾千元 因為他都是 有臨場心理學家去做 所以成本大些 是的 但如果這樣 當然在這裏說 如果政府能夠做多些 你剛才說 幾個月再加上 你又等被告又說要計劃一下 你紛紛沒有了一年 一年就已經是 零至三歲最重要 一年已經沒有三分之一 是 都可以快些 你先去私家 看完就立即交換 那個時間就會縮小 又縮小 但你給私家就要幾千元 是的 第一次就貴一點 對 要省點洗 但是現在那些 小孩子寶寶有些育嬰服務 是 他能否做到這個評估呢 現在初步有的 其實是現在的醫院 全部是初步按照 月份和年稅全部都有評估 其實一般來說 這些情況 除了我們鼓勵家長的自己 留心觀察之外 譬如有沒有一個防線 幾十歲之前 其實就應該幫他做到一個掌握到的 不會等到七八歲 以前很久之前 很久的服務 就等到很大 很大 搞到這麼久 所以說 講了一些現象出來 如果家長見到那些小孩 有這樣的反應的時候 你便做早 帶他去母英健康院 或者是 並股中心去排期 這樣便會快些 學校都會不會有這個角色 因為幼稚園 譬如到四歲左右 可以認識零入學 老師其實都有一個經驗 去看到這些小孩 是否特別不同 其他小孩 譬如他填顏色 是否特別 力度不同 弱些 還是 畫一填顏色 穿了洞 或是出界 是 出界穿洞 或者寫字 有反轉 有字大小的 組裝不對稱 老師都會留意得到 基本上現在在學前教育 那些老師應該是家長 自己去掌握 或者去觀察 老師都應該可以做這個角色 理論上在有主演的家長 大部份的人都應該 可能有問題 找到出來 如果問題嚴重 就很快便會見到 但有很多都是很邊緣 很邊緣那些 好像很差 那些比較難 如果是最邊緣那些 就越早好 訓練的機會越大 其實有問題 就要盡早 盡早 盡早的問題 你就盡他一段時間 盡他五、六歲 其實一個正常的小孩 沒有寫障外 你做那些多感官的訓練 都是對小孩好 我們平時小時候 都是中山走 到處爬 那些都是小孩 但現在無法爬 小孩無法走 小孩只是太單一發展 例如坐著玩 坐著看電腦、看電視 那小孩有怎樣發展 我早前也有個感覺 人類的生活已經改變了 以前我們勞動 即是我們生活勞動 去耕田、搬東西 那些人很像我們肥仔 健康些 多運動 小孩是一樣的 常常在家裏做工課 看電視上網 完全沒有甚麼接觸 特別是大自然的 回到家裏面乾乾淨淨安全全 現在家裏太忙 帶不到小孩去到處走 到處去到處玩 然後把學習困難放在外面 多感官 我們做家長有沒有辦法做呢 有很多 有很多 我從小到大 跟我兒子不停玩 有甚麼玩 多感官 啤牌也可以 王太太最熟悉 怎樣玩啤牌 和兒子全傳記憶 幫他溫書 玩對對碰也可以 其實我和兒子很小 他嬰兒開始玩多感官 他嬰兒時未懂玩啤牌 我就教他做身體上的多感官 例如在家裏面打關斗 鋪床在地上 就等他跳 就等他打關斗 或者有些電腦椅子 是可以轟轟的 幫他綁住在那裏 安全一點 然後就轉它 即是公園沒有轟轟轟 我們想找個轟轟轟轟 也不能玩 大一點就做一些體能運動 例如叫他去公園跑 跑一輪過來 或者在家裏沒有讓他爬 拉牛牛 拉牛牛很重要 對於指力 或者日日寫字 他有救力 小機訓練 甚至乎我們經常教他玩死魚 是呀 睡直在那裏 和跳飛機那些 不需要讓他趴在地上 即是假裝死魚 是呀 死魚 有不同動作 他的手要伸直 腳和手都要離地 是呀 手和腳 只要用肚腩頂住 是呀 因為他要發展前挺和肌肉 是呀 死魚魚便變飛機 是呀 變飛機便要伸直 手和腳都要離地 然後變超人 他躺在那裏便要變超人 是呀 其實是這樣 你叫他做運動他不喜歡 但你可以這樣玩 他便很喜歡玩 是呀 但這個運動很重要 是呀 打螢幕球都可以 是呀 玩多久呢 每晚我們會半個小時 這樣玩 那這些是 例如去球場打球 或者同學打螢幕球 可以 其實都是大小肌肉運動 要做多 現在小孩子不 現在少了 你不是每次去球場 即是你爸爸媽媽不喜歡球場 那便回來便玩死魚 是呀 玩超人 即是不同動作 是呀 大些可以玩一些手眼協調的東西 例如 下棋都可以 下棋 是呀 你玩一下那些 迷宮那些 迷宮那些 眼頭追蹤的訓練 是呀 我們有些小朋友 他的穿著力藥 或者他的讀死有障礙 他便因為他的手和眼的協調不好 眼頭追蹤 即追蹤不到那些字 是呀 可能跳行 跳字 漏了那些字 那他玩迷宮那時候 發覺呢 他便跟不上迷宮那條路 是 自己走去別處 是呀 這就是要多些訓練 又簡單入手 慢慢慢慢訓練 他的專注能力 因為家長最喜歡這些小孩做甚麼活動呢 就是看書 哦 有沒有用呢 這也是否一個多感觀的一種訓練呢 那些小孩說 看書看書看書 看書也有方法的 都是好的 要了解老部發展的記憶 我們坐兩個小時看書 未必可以吸收到 但是如果我們有方法分段 教他去看書 再跟他分段去溫書 那可能去看書才能吸收到 否則他都吸收不到 是 其實多感觀的感覺就是 就是眼耳口鼻 手手腳腳 要接觸很多東西 是呀 很多活動 而就是跟今天 今時今日 那些媽媽和爸爸 就說 兒子不要走來走去 乖乖乖坐在那裡 聽書不要動 或者只是安排一些靜態的東西 譬如現在 經常都參加興趣班 全部都坐在那裡 是呀 那就是對小孩的多元發展不好 其實這個大自然的感覺 還不重要呢 可能有些父母說 對呀 多感觀 對呀 暑假 接下來又跳舞又大動作 然後又唱歌又大動作 然後又學畫 但都是在一個室內 對呀 其實大自然的感覺 是否很重要 因為人是跟大自然相處 對呀 這個更重要 譬如你那個視覺 那個空間 你看多些大自然的東西 你都闊一點 那個視覺都強一點 立體一點 對呀 還有那個感覺 你現在室內 全部都是冷空氣 還有一些不自然的空氣 但你去到大自然的感覺 風呀 聲音呀 對呀 因為我們感觀都教皮膚 有那個觸覺力 對呀 你去到家外 踩落一些草地 草地的感覺又不同 對呀 踩落石地的感覺又不同 但室內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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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玻璃呀 zal这一些硬掌 是 很坦的 但有 daw 於這些皮膚的感覺就很重要 你問 我呢 我小時候都喜歡 踏��的腳 一撒 psycho woke 我就脫鞋 是呀 你踩漉草的感覺 是呀 在你穿蟋食 那個感覺 是的 平时太保护 感觉不多时 有没有像现在老人家 喜欢走一些石春路 都是这样的意思 都是这样的 都是自己的道理 小时候就踩头 脑就是踩石春 都是刺激那个 刺激分开神经反应 那跟脑部发展有帮助吗 有帮助 因为身体都要锻炼 我们肌肉平时都要动 脑如何动 就是靠我们其他感官去刺激脑的发展 但我经常都嫌疑现在的家庭环境 甚至学校环境都很狡猾 都是室内受保护的 各方面都控制得很好 有时走楼梯上楼梯都干干净整齐齐 规律化 而且这些情绪是否在某程度 妨碍了他们的接触 小孩子要摸一下那样 触一下那样 他才有感觉 这些全部家庭又不给 当然我们不是叫他按电键 插石手转不是那一只 但什么都不给电键 什么都不用做 有怕有骂 真的在影响妨碍发展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斩了发展 父母是否多一些交往公园 多一些外活动 甚至是旅行 家里面是日晚夜晚 不要只顾着看书或总课 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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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玩 要平衡 在各方面 但现在是不是平衡不到 会 因为好像我和我儿子的时候 小时候到中学的时候 他每周做五天运动 五天运动因为是校队 做五天运动 我觉得小时候做运动多一些 是好一些的 他又不是读不到书 他都一样是读得很好 其实运动 是与读书是相互相成的 不是运动了之后 就浪费了些时间 然后你有强健的体白和意志 对你读书是有很帮助的 我就是示范单位 我都以为老公也是 我喜欢玩的 玩完去读书 我们还可以 不是最好的 也不是差的 在心理学 在认知心理学或发展心理学里面 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第一个问题是 父母自己又不运动 亦都估计 你又没有陪他运动 有时候小孩子 你去那里玩 你去运动 他又不忠 未必愿意 最重要是你父母和他 一起打药物球 一起打球 一起去公园玩 走来走去 你父母一坐下 自己懒洋洋 自己都很累 就有问题 很重要 刚才王太说的 运动和学习有很关系 就是我心理学所说的 运动 感觉运动学 就是要感觉完 然后去运动 然后成为学习 即是才有感觉 有感觉 然后去运动 才能够学习到 是的 现在没有了运动 人是一个活动的过程 刚才我说的 以前我们是劳动 利用那些体能 去赚制生活 是本能 但现在我们 常常坐在那里 对着电视机 对着电视机 所以认识了一些东西 就变化了 常常都开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会永远开不过 你真的有很多会开 我也是 我常常觉得 只有老发展 肥得很弱 我们手脚就手软脚软了 所以想想 我们都要牵掌我们的生活 会否回到大自然多些 劳动多些 当然我们其实大人都需要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脂肪又高 血压又高 就是刚才我们 什么都高 其实多感官我们大人都做不好 所以大家就拗头了 可能我们也要做多感官运动 我们也要 父母做就带到小孩子做 是的 你叫小孩子去玩 亲子的互动 其实引导力很强 所以要检查我们的生活 是否要多一些 大自然化一些 劳动性多一些 多感官的刺激多一些 原来其实小孩子 无论他们的智能 或者各方面 有没有一些困难 其实对他们也很大帮助 如果你有需要的 特别要关注 学习的困难 更加在这方面要做多一些 来做多一些 不要太等专家了 等专家来 你一天就排队 一天就花几千元 其实好自然在家 平时我们做 是的 平时在家做 从小开始做 是的 玩多一些 聊多一些 一起活动多一些 打Bossing都可以的 今天都是一个 我们都是一个多感官 先来一个认知层面 接着回去做 做就接着学习了 促进亲子关系 促进亲子关系 是的 好的 很多谢两位 妈咪就跟我们 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不单好像头头 我们好自为关注那些 学习有困难的小朋友的发展 现在听听下来不是 是的 多感官其实大人小孩 正常或者小困难的朋友 都可以做的 希望大家可以 想清楚这个问题 CEO家长今天就到此为止 下次再其他题目 就跟大家讨论一下 好 多谢大家 好 多谢大家 好 多谢大家